本周正道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五至十一节和合本 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 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 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 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 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 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不顺从 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 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 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 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 我们是搬入新唐之后的第二个主日崇拜 我感谢上帝,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上一个主日在一起的 你可能觉得很怪,因为什么呢? 是个音响回应很重 现在不知道大家觉得好一点没有 虽然还不完美了,我们是请了很多专业的人 包括好莱坞著名的音乐剧的导演来帮我们现场勘测过 他也给到了很多专业的意见 但是他就告诉我们,你们就是这样的了 那他是跟着我们在北京国际教会一起成长起来的我们的孩子 但是他就跟着说,他说如果我们是怀着一个 要享受二十一世纪大剧院的心情来的话,你一定失败的 因为什么呢?我们就在炒创期嘛 我想我们中间有一些企业家,你就可以深深体会到 你当年创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你当年创业的时候可能就是什么 你脚上只有一双拖鞋,只有两条裤子 但是你必须要杀出一条血路 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这样 所以我要感谢我们中间每一位弟兄姊妹 特别是在这个场地当中我们投入很多心血的 你如果两个礼拜前来看看,你试试 这里是垃圾山啊 这些房子被我们弄到旁边去了 当时都在中间啊 然后这里是一堆一堆的垃圾啊 我当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处理啊 我们感谢上帝啊 我们沈弟兄还是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 所以呢,我们上一个主日结束之后 我们就开始总结 我们发现这个音厉害 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布置各种可能性 我甚至在礼拜五做了一堂试讲是不用麦的 我讲到十五分钟的时候我就很累了 我就想到当年宋上街在没有麦的情况下 同时对几千人讲到是什么样的一个 所以他的透支就很厉害 所以他讲完道,每次讲完道浑身都是汗 他要喝鸡汤 很多不理解不明白的弟兄姐妹就说 这个传道人贪爱世界 每次讲完道只喝鸡汤不喝水 所以他死得很早 他四十多岁就死掉啊 所以很多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能够聚在这里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然后呢,你又会发现 我们的舞台布置也很简单 上个主日我们拍摄下来之后 我们发现我们的问题真的很多 后来我们就想尽各种办法 我们也请了舞台剧的导演啊 我们请了这个神导啊 我们请了其他弟兄姐妹来帮我们看 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就让他这样吧 放几个,这是真的假的我不告诉你 等会你来试一试 看上去就是真的就好了,对不对 Anyway,就是说我们现在这里 如果你看21世纪居然是一个精装修 我们这里就是茅呗房 但是茅呗房有一天也会成为什么 成为非常适合你居住的场所 这就可以了,我觉得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 我们来到这里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你献上的是什么 你能够为主献上的是什么 然后呢,作为教会 作为我常常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是否把我们的教会 是建立在基督耶稣的磐石上的 我是造过房子的,对不对 民生,我们都造过房子 然后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造房子 我始终要想着,要谨记我太太的教导 你这个房子是不是建在什么 磐石上 就耶稣说,你只有把房子建在磐石上 风吹雨打什么,才不会倒下来 所以耶稣说什么 你是不是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所以今天我们也要问同样的问题 然后根基立好了 如果我们使耶稣基督他自己 作为这个磐石 在建造的话,我们就要问下一个问题了 你在这个磐石的根基上 你用的是什么材料 保罗就说嘛 那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没有人能够在上面列别的根基 若有人用是金银宝石 草木和结在这个根基上建造 等到工程,等到火来的时候 你就要看到了这个工程存留的是什么 当我们建造教会的时候 我们是用最好的材料 还是用四等的材料 我们是用金银宝石 还是用草木和结 保罗的意思不是说 我们要用大量的金钱去造这个房子 保罗的意思是说 金银宝石是说 用上帝给到最好的材料 就是他的话语 就是他自己来建造 所以如果我们的工程 经过火一样的试炼 你会发现他继续存留的 那我们就知道上帝的工作 就能够存留下来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问 我们是用什么来建造这个教会的 然后接下来你会碰到 又碰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当我们在建造这个教会的时候 你就会碰到很多困难 我想这是跟你们中间很多 做过自己企业的弟兄姐妹 你相信你有同样的事情 当你建造一个企业的时候 你也会碰到很多的困难 你有正面的 负面的 但最麻烦的事情就是 里面出问题 这个公司里面出问题的时候 怎么办 同样的 我们中间每一位家庭主妇 我们中间有很多姊妹 弟兄 我们在组织一个家庭的时候 在这个家庭的建造当中 你发现什么外面的都不怕 外面什么样的 什么利息又降了 还是升了 股市是倒了 还是涨了 房产是什么 升了 还是跌了 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 政策是不是又要改革开放 还要继续忽悠你啊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重要的是你家庭里面团结 你们两个人 你们三个人 你们父母儿女 你们夫妻之间同心合一 这样的话 你们的家庭就可以继续 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带领公司也是这样 你里面是否要有爱的建造 但同时还有一个 需要有纪律的 如果组织一个家庭 没有任何纪律 你就发现这个家庭也很糟糕 所以我们在建造一个家的时候 一方面你要用爱 来建造上帝的家 另外一方面你还要有纪律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一个 很不容易的题目 就是教会纪律 教会要不要有纪律的问题 保罗在这里面 刚刚念的这段圣经 让我们看到 有人让保罗忧愁了 这个人到底是谁 保罗一开始就说 他说你们死什么 你们中间若有人 若有人忧愁的 他不但叫我忧愁 也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 这个人到底是谁啊 所以在圣经当中 哥林多前书后书 谈这个叫保罗忧愁的人 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就在 哥林多前书第五章 有一个教会出一个丑闻 什么丑闻呢 就当时哥林多教会 有个会友 把他的祭母取了 哇这个事情很大 所以保罗说 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 教会要执行纪律 然后呢 你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 discipline 或者church discipline 这个词 纪律这个词 跟disciple discipleship 这个词很相信 也就是说 教会的纪律 实际上是 门徒训练的一部分 或者说 教会的纪律 跟门徒训练 或者是说 执行纪律 discipline discipline 对 是有关系的 这里面 你就会看到 当我们执行纪律的时候 实际上也是 圣经里面 说到基督 希望他门徒 所做的事情之一 而且这个东西 是跟教会的建造 是不能够分别的 那么这个人 到底是谁 保罗这里说的 这个 使我忧愁人 到底是谁 有人说 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 那个 娶了他继母的那个人 保罗说对他执行纪律 然后这些人 就开始攻击保罗 保罗受了伤害 然后跟教会 引起很大的问题 但是最近的解经家 有另外一个可能性 他们认为 这里更多后书所说的 那个使保罗忧愁的人 不是哥林多前书五章 那个娶了他后母的人 是谁啊 另外一个 攻击保罗使徒的 权柄的那个人 但是无论如何是谁 无论到底是谁 但是在这里面 你就看到 保罗其实在他 自己牧养的教会里面 碰到很大的困难的 这就是有的时候 回到牧师 相对到现在 我还没有碰到困难 你们都还很爱我 暂时你们还很爱我 对不对 等到哪一天 你们不爱我的时候 可能就 我还要重新 请你们回想起 这段经文 保罗在这里 到底通过 哥林多前书和后书 特别是这一段 他给哥林多教会 或者给我们 今天的教会 原则新的启示 到底是什么 我想有三点 第一个 教会纪律 它不是私人事情 它是教会事务 所以纪律不是私人的事情 是教会事务 因为在这里说什么 若有人 若有叫人忧愁的 他不但叫我忧愁 也叫你们众人 有几分忧愁 他说不单单对我 个人啊 因为有一个人站出来 攻击保罗使徒的权柄的时候 保罗就说 你们攻击的 不单单是我个人 你们攻击的是什么 是整个教会 所以你对我个人 众人这个词 在这里指的是全教会 所以在这里 你就看到执行教会的纪律 它不是私人的事情 如果你把它当成私人的事情 那就糟糕了 那就是什么 私人恩怨了 所以在这里 保罗实际上提到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 一个原则性的 就教会之所以要执行纪律 因为它不是私人的事情 如果私人事情都好看 都好办 我曾经讲过了 就是说 我有的时候想想 今天执行纪律真的很难 今天这个社会 我在想如果 我举个例子 如果我在瑞典 我有个教会 我在牧养一个教会 突然有一对同性恋的恋人 两个男人跑来跟我说 牧师我们要结婚 请你替我们证婚 我可能不能替他们证婚的 虽然这是瑞典法律允许的 但是作为我个人的信仰的立场 我不能做这个事啊 所以我可能拒绝 但我拒绝的话 可能接下来就会碰到一个 很大的困难 什么 他就可以告你啊 他说这个牧师 他有什么 他有性别歧视 这个性别歧视 今天已经不是 男人歧视女人了 或者女人歧视男人了 现在这个性别歧视 就变成什么 说你这个异性恋者 你歧视我们同性恋者 你为什么不给我们证婚 所以这些困难 现在这个问题 是特别特别难的 但是为什么 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 因为我曾经讲过 我在瑞典造了一个房子 大家都知道 我还要夸扬一下 私人夸扬一下 很小一个房子 有大概1600平米的一个草地 在这个上面造了一个小房子 然后在我造房子的时候 我就认识了我们隔壁一对同性恋 我告诉你 我跟你说 你不要以为我骑士 我不骑士 我跟他们非常好朋友 我私人跟他们是非常好的朋友 包括我的教会的一些牧师 同工到瑞典来看望我 我每次都介绍他们认识 并且在他们里面喝一杯 聊一聊 了解他们的情况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但是 如果他们跑来教会 跟我说 李牧师 你替我们证婚 对不起 这就不是我私人的问题了 你懂我意思吗 这不是私人的issue 不是personal的issue 就像你可以做一个公司 你说这个人 你跟我很好朋友 但是你说到 我们要合股做生意的 对不起你小心 这不是你私人的问题 这是什么 这是公司的议题 同样在这里面 让我们看到 保罗说 这个不是什么 我个人忧愁的问题 是叫你们众人 有几分忧愁 所以这里面就产生问题了 但是保罗对于 教会的纪律的执行 也非常给我们 立下一些很好的榜样 他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是什么 你看保罗说 弟兄们 By the way 圣经当中每一次 说到弟兄们 其实是什么 弟兄姐妹们 是弟兄姐妹们 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剩 你们当 你们属灵的人 就当用温柔的心 把他挽回过来 又当自己小心 恐怕也被引诱 你看到没有 在这里面就很清楚的 保罗对于教会的纪律 施行的一个 最基本的原则跟前提 就是什么 以爱来处理 但是他前提是 偶然被过犯所剩 他不是说 一直被过犯所剩 永远被过犯所剩 或者活在最终 他说偶然被过犯所剩的人 你要用温柔的心 把他们挽回过来 但是在实际处理的时候 非常非常不容易 我前两天 我突然就想到一个 我在玉佩这边讲章的时候 就想到 宗教改革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一个牧师 当然这个牧师 可能今天我们知道 他的人不多 我们都听过加尔文 我们都听过马丁路德 我们都听过这些大的名 但是有一个苏格兰的牧师 John Knox 没有听过 约翰诺克斯 John Knox John Knox 他曾经有一句名言 对我一生都影响很大 直到今天他影响我 他说我讲道 从来不看人的眼色 我觉得今天这句话 实在对很多传道人 几乎对每个牧师 是很好的警告 今天很多牧师 看人的眼色讲道 但John Knox说 我讲道 从来不看人的眼色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他曾经是英国国王的牧师 他曾经带领的 传道 他带领的教会当中 最有名的一个会友是谁呢 就是他的女王 苏格兰女王Mary 而这个女王是很残暴的 而这个女王 因为她从小就受过很多虐待 她有很多心灵都很破碎 所以她也很叛逆 所以当她的女王要再婚的时候 因为苏格兰那个时候 已经经过宗教改革 所以苏格兰是reform 所谓的就是改革中的一个背景 当她要再婚的时候呢 她要嫁给谁呢 嫁给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也就是西班牙国王 菲利普二世的儿子 第二个儿子 Don Carlos 当他要准备去跟Don Carlos 结婚的时候 John Knox说不可以 他说如果 因为什么 这不是你个人的事情了 你们大概没有这个体会 我们在瑞典生活过 我们有一个小小体会 你知道吗 所有基督教国家的 head of the church 不是耶稣基督 是那个国家的什么 国王 所以今天英国圣公会的 这个head of church 是谁啊 是Charles 这个坏蛋 居然是head of the church 你想叫教会会堕落着 同样的 这个Mary 是这个church of Scotland的church head 所以当他要去跟那个天主教的 神圣罗马帝国的 国王的儿子要结婚的时候 这个Nox说不可以 你不可以跟他结婚 所以那个 那个就很 那个就 就大发了一听 那个国王啊 他说 你居然敢 我是国王 你居然敢 阻挡我 但是John Knox 根本毫不理会 毫不理会 然后呢 因为他不吃这一套 所以他说 我该讲的 我照样要讲 所以说教会在执行纪律的时候 不能看人的眼色 不能看人 他即使Queen Mary 是个女王 他大发雷霆 但是不吃John Knox 不吃这一道 然后呢 这个女王也很厉害 她就开始哭 她就开始哭 哇 你可怜我吧 她说 你看我已经那个 就是离婚了 我生命很破碎 我从小被我父亲母亲这么虐待 然后我的 我的姐姐这个 这个Queen of Elisabeth Elisabeth 你也带我 一大堆 John Knox很有意思 他说 他说陛下 他说我真的看不得你的眼泪 他说我看到你的眼泪 好像是看到我自己孩子的眼泪 我看到你的眼泪 好像我自己的心都破碎了 但是 陛下 我的良心 我在基督里的良心 让我不能对你的眼泪妥协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教会碰到困难的时候 是很不容易的 我讲个故事 真的故事 是当代 刚刚在我们身边发生 大概十年前 大概在十年前 时间都过得很快 十年前就在眼前 你知道吗 曾经我们在北京的时候 发生过一个事情 就是因为教会大嘛 如果我们教会的都知道 你一两千人的聚会 你根本谁都不认识谁 就慢慢慢慢有一个弟兄呢 我们很快就发生 就引起了我们的同工的一些注意 因为他老是游走在姊妹中间 游走在姊妹中间 那这个弟兄也年轻 也很Handsome 高高大大 好像也 也说他自己 说一声音也做了很多 所有跟我 所有跟我 表示忠心要奉献给教会多少钱的人 最后都没有兑现 这个弟兄也是其中之一 他说我有多少英母的森林 他说 这种讲话很有技巧 他说我有多少母的森林 他说我可以把这个森林 奉献给教会 我拿了这个森林有什么用 Anyway 他也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甚至让我觉得 他是一个很教会 很属灵的一个弟兄 后来慢慢就发生一些事情 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他跟一个姊妹 好像又在恋爱还是怎么样 但是不久这个姊妹就到我这里来 说报告说 他说 他借了我的钱不还 我说 我讲过多少次了 我在教会讲过多少次 弟兄姐妹之间不要借贷 不要随意借贷 你们真的借贷有困难有需要 可以遵循几个原则 第一 你借给他的时候 你就期待 不要期待这个钱 可以回来 你明白我讲什么吗 你要么不要借 你要么不要借钱 你借的话你就不要想这个钱要回来的 你要期待这个钱回来 我告诉你 你一定出问题的 你一定跟这个人的关系出问题的 最后什么 有没有听过 有莎士比亚讲什么 不要借人钱 也不要向人借钱 因为什么 借人 借人钱 向人借钱的时候 使你失了勤俭 借给你 借给前人的 往往什么 人才两空 当然这不是耶稣基督讲的 仅次于耶稣基督的智慧 莎士比亚讲的对不对 但是呢 我说你们 你们自己之间彼此借贷 第一 我叫你们不要做 后来你真的做的时候 你们自己私人解决 你们按照 国家的规定的 或者是 市场的 应当怎么样的 该收利息的收利息 该怎么样的 你不要说 到时候发了纠纷 跑来找牧师 对不起 我从来不给借钱的人 什么 indorse 你不可以拿了照片 跟我说 我跟李牧师拍过照片 所以他就让我来跟你借钱 这不可以的嘛 你懂我意思吗 后来搞得 我跟人家照片都不改拍 你发现没有 所以后来 后来这个就发生事情 结果 被迫 长老们要出来管这个事情 搞得我们很惨 因为我们发现 这个弟兄 的确 人品是有问题的 有很大的问题 不但男女关系有问题 金钱上也有问题 然后呢 他也已经不止去一个教会 产生这样的问题 所以 所以后来没办法 最后 最后是John Davis 必须出面 我们的长老团 要要要 要明令他 就禁止他 禁止他再来教会 就是必须要到这 这个就是执行纪律了 必须 为什么 如果他继续在 继续在姊妹当中游走 继续在跟人借钱 继续教会也不去管 请问教会怎么办 请问我们的教会 会成为怎么样的样子 是不是这样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保罗说什么 保罗说 人若想得到监督的职份 是善目 是可目善功 这是好的 但是你不要为自己谋大事 这不是你个人的事业的问题 这是一个教会的 一个群体性的一个服事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保罗说 出入教的人不可做监督 恐怕他自大自高 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了 所以求主帮助 所以我们在这里 也炒话出的前头好不好 我们先小人后君子好不好 这每一个凳子都是教会的 黄太子你不可以说 这是我做过的 我要太子 不可以的好不好 这每一个设备 这每一个设备都是教会 除了跟你租用的之外不算 其他的都是什么 都是我们弟兄姊妹爱心奉献 是属于这个教会的好不好 你不可以说 我跟你牧师不对付 我背一个音箱走了 这不可以的 对不对 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 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让我们看到 现在教会里面 实行纪律是很难的 因为多元文化 宽容的 性越来越增加的时候 人不太愿意被管教的 人不太愿意受限制的 所以你发现没有 你的儿子在这里长大 跟你自己在中国长大 很不一样 你发现我们在中国 当然中国有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小的时候被管得太厉害 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一定的管制 约束还是需要的 没有无限的自由的问题 你想带走就带走 那怎么搞啊 那就变成什么 那就真的变成共产主义了 我告诉你 任何要把天上的天堂 很重要很重要一句话 任何想把天堂放到地上来的 都是邪教 任何想把天堂放到地上来的 都是邪教 我们这个不是天堂 我们是想往什么 天堂 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不完美 所以我们憧憬仰望一个更完美的地方 是不是这样 第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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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纪律不是报复 是归正 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 倒不如赦免他 安慰他 免得他忧愁太多 甚至沉沦 所以我劝你们 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 这就是好 我觉得这两件圣经要放在一起的 一方面教会纪律 但是另外一方面 保罗让你看到执行教会纪律的动机 他的动机是什么 下一页 你就会看到 他不是为了打击报复 他是为了让犯了错的弟兄 回到基督的家庭 归正 他不是要打倒他 你知道今天很多时候教会纪律执行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教会用了纪律的名义 在打击报复弟兄姊妹的时候 那个就糟糕了 所以什么 要使他 是为了使他什么 站起来 然后呢 是出于基督的爱心 不是出于什么 私人的报复 泄愤 或者什么 私人的那个目的 保罗在这里 他用了一个词 非常 他说圣治沉沦 他怕 到一个地步 因为惩罚这个弟兄 使他沉沦了 沉沦这个词是两个 Pala Pinot Cata Pinot Cata Pinot是两个词 Cata是什么 Don't from Pinot是Drink 所以就吞灭了 就好比被这个洪水吞灭了 然后呢 如果这个沉沦 他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说 他被忧愁淹死了 就当他做错事情 教会用一个很严格的方法 来惩罚这个人的时候 他可能会被像洪水一样吞没 他是什么 他被一个忧愁淹没了 所以保罗说 这个是要特别特别小心的 所以他说 我要你们显出坚定不移的爱 坚定不移这个词 他这个词 有一个合同的确认的意思 也就是说 在法律用 他也是一个法律用词 你叫保罗 常常用法律词汇 保罗也常常用军事术语 来描写一些事情 保罗在这里用的就是说 当他悔改的时候 教会要确认 他重新成为教会的一员 所以要显出什么 坚定不移的爱心来 这个坚定不移的爱心 是确保这个人不要沉沦 不要被忧愁吞没 不要被什么 这种恨吞没 而是要被爱建立起来 那我北京的长老们都不在这里 都不在这里 那我说句实话 我必须为我们这些长老们 真的要很感谢神 我说的是心里话 我们这些长老 特别是 特别是 我像我们中间很多 认识我们的合长老 老人家 他七月份会来探望我们 那像这些长老们 都非常有爱心 即使发生这么大的 重大的事情 比如说 有人站在教会办公室 站起来 手指着主任牧师的鼻子 破口大骂 这些事情发生之后 以至于当时在办公室里 所有的人都听见这个事情 所有的人都见证了这个事情 但是我们最后 在教会纪律处理的时候 我们当时有一个选择的 什么选择 就我们写一封信 给他的神学院 他要去美国读神学院 而且我告诉你 这个神学院的院长 教育长 都是我 还是蛮熟的 我们真的是可以出一封信 告诉这个神学院 把这个学生的品格告诉他 让他们请他离开的 但是最后我们讨论一下 没有这么做 我们没有这么做 我记得当时 我们最少有两位长老就说 他将来怎么办 就如果我们现在是用了一个教会纪律 很严格的纪律 但是这有可能就吞 就是忧愁可以吞灭他了 就把他什么 他可能沉沦的 保罗在这里就说到 有可能这个人会沉沦 所以我们当时决定 我们不用我们有的权利 我们把我们自己勒住 我们说 我们求上帝再给他机会 希望他在神学院里面 能够被改变 能不能我不知道 这在上帝的手中 在他自己的愿意 是否愿意 但是作为我们 我们不所谓的 什么就是落井下石 把人家踩在地上 让人家永远不能翻身 我们不做这种事情 这不是基督的教会应当做的 听明白吗 即使我跟这个人个人不对付 我跟这个人不喜欢 但是这不是私人事务 这是教会 所以我们的长老团决定 我们不用我们应该用的权利 我们这样的事情 在过去的两年当中 最少碰到过两次 甚至都是传到人 这一级的童工 出现很大的问题 我始终在我的长老会里面 听到一句话 他们将来怎么办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圣人 对不起 你不要以为我是圣人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圣人 好不好 我们 我跟你们是一样性情的 保罗说 那个以利亚 我们跟以利亚是有同样性情的人 我们跟每一个人 都普通的人都是一样的 我们他可以做错事情 我也会做错事情 但是当我做错事情的时候 我是否希望你们对我也宽容呢 是不是 有一年 有一年 我在欧洲讲到 那次真的蛮辛苦的一次 因为那是欧洲一个 我不提了 哪个国家我就不提了 因为这个世界实在太小 那说不定 他的亲戚就在你们中间 想不想听一听 想不想听一听 想听我就讲一讲 好吧 我不提国家 那个城市也不提 那是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欧洲的国家 那么他们有一个联盟 他们教会有个联盟 很大的联盟 那有一年 那退休会 他们大概 所有的他们的 几十个教会 他们是一个联盟 大概有两百个同工的退休会 那邀请我 邀请我去做讲员 我就碰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这两百 这几十家教会里面 最大的一家教会出了状况 出了很大的状况 而且是这个教会的 就是相当于理事会主席 这样的人物 他不是个传道人 他是一个知名的 侨界的领袖 然后呢 这个人呢 我跟你说 的确用世界上的人来说 的确有领袖风范 不比你们中间 任何一个人差 真的 这个人 我跟他见过 见过我就知道 这个人是非常 就所有到那个地方的人 都受过他的恩惠 你想想看 这个人会怎么样 就所有去 那个城市的人 多少都受他 或者他家族的恩惠 都这样的一个程度 结果他出了一个 很大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他在没有经的 教会牧者 长老团 或者教会的 允许的情况下 他伪造一个文件 把教会的 building还是什么 抵押了 很大的罪啊 抵押了之后 做什么呢 用来做他 他只是 其实严格的说 是挪用公款 有点像挪用公款 因为你抵押了之后 因为他正好 在做生意当中 可能有一个 资金周转的问题 还怎么样 他想暂时 用来这个 帮他一下 渡过这个难关 结果这个事情呢 被发现了 被发现之后呢 教会就承认 两股力量 马上就承认两个 那我讲这些事情 我跟你说 不是让你听到说 哎呀教会这么 我只是 我告诉你 教会怎么老是这样 不是 我告诉你 这是人性的问题啊 你不要以为说 哎呀 只是教会的问题 不是我跟你说 这是人性里面的问题啊 我们要很真实地 面对人性 所以要有监督嘛 所以为什么 我们现在在海外 建立了所有的机构 所有的NGO NPO的机构 我的名字 都不可以在 这个理事会里面 我告诉你 这就是我的长老们 对我的保护 因为什么 我的名字 包括我们在加拿大 我的名字 不在这个理事会里面 因为我没有权利 去动这个钱 我没有权利 签名 去把这个教会的东西 去那个 但是我看过 有些教会 是牧师的名字 在里面 他儿子的名字 也在里面 他就是没有孙子 有孙子 孙子名字也在里面 那个教会 就是他们家的了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当时 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呢 这个事情被爆出来 爆出来之后 教会就马上就分成 两股力量 一股力量说 要严惩 另外一股力量说 他已经悔改了 我们要什么 宽容 那么好了 后来我发了 我做了一个调查 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就发现一个事情 真的对我很有帮助 我发现 想不想听 不是要看人家的错 是我们不认识人性 我发现 我发现所有 所有要宽容的人 都是他的亲戚好友 所有 所有要严惩的人 都是关系没那么近的 好了 我去 我去 我去同工退休会的时候 这个事情就在眼前了 要不要讲啊 我告诉你 我大可 耍滑头啊 我大可引用 大段圣经 哇 什么什么什么 弄得很属灵 然后拜拜 但是我对这个事情 没有帮助啊 我必须用圣经的真理 去帮助他们认识嘛 我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们中间 谁没有在这个地方 偷税漏税的 请你们举举手 因为他们每一个 我不告诉你 他们是谁啊 他们 其实你们大概猜到 他们是哪个地方的人了 已经 他们每一个做小生意 他们都是做小生意 每一个人都什么 都偷漏 都对当地的政府 就是不忠实的 如果你们 这是第一个问题 我问他们 第二个 如果现在被你们 审判的这个人 是你儿子 你怎么办 我告诉你 感谢上帝 居然 我平安度过 我讲了之后 居然 我本来就想完蛋了 其实我的立场 是很清晰的 就是教会 无论怎么样 还是要以爱为主导 纪律 如果不是用爱 来实行的话 那就是惩戒个人 但是用手段 或者是来那个 但是感谢上帝 就是说 我不知道他们 到底有多少听进去 但是至少 这场讲完之后 他们中间的 主要这些 有矛盾的 居然没有对我 这个 施加以拳脚 要感谢上帝 所以很不容易的 对不对 所以亲爱的弟兄弟们 如果我们仔细 在看保罗在这里 讲的也是同样的事情 不要因他什么 被过分的忧愁 这就又回到 你的那个问题来 你那个时候 一直问我 为什么 我们另外一位 传道人碰到的事情 对不对 你说为什么不公开 因为会众期待要公开 我说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 长老团是谈过 不知道多少次 我们总是最后想到 我们为了这个传道人 将来还有可能去服侍主 我们不能够 现在把很多事情 都完全公开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这有可能 使他侍奉的心智 彻底受挫 他可能没有机会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 不跟你讲这些的 这个世界上的人 就是黑白 就是按照法律来了 对不对 但是在教会你很多时候 你还是要顾惜到 有一些 但这几年就不用 因为每一个人 他心中的秤不一样 他心中的标准不一样 所以在处理教会的困难 就在这里 所以请你们为我祷告 第一个 我们自己不要落到 这个光景里面 这第一个重要 第二个 我们也真是要有智慧 去面对 对不对 真是要有智慧去面对 第三点 第三点 教会纪律什么 教会纪律 不是撒旦的工具 而是基督的工作 保罗说 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 要试炼你们 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 你们赦免谁 我也赦免谁 你们若有所赦免的 是在基督面前 为你们赦免的 免得撒旦 趁着机会胜过我们 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 他的诡计 保罗在这里 就把这个焦点 从那个犯罪 做错事情的人 转到了哥林多教会 转到教会的会众身上 保罗在这里面 他用了一个词 说 免得撒旦 趁着机会胜过我们 在这里面胜过 这个词 原文是占便宜 就免得撒旦 占了我们的便宜 其实这个词 在新约当中 总共用过四次 每一次都是保罗用的 保罗说什么 保罗说你们要 心地宽大 收纳我们 我们未曾亏负谁 也未曾败坏谁 未曾占谁的便宜 占谁的便宜 用的就是这个词 然后保罗又在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 他说过 提多占过你们便宜吗 也是用这个词 在铁撒伦记家前书四章六节 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 月份 月份 就是同样一个词 保罗在这里的话的意思是很简单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没有彼此和好 我们在主里面没有彼此宽容的话 就会让这个撒旦有机可乘 使我们肢体的软弱受到亏损 所以在这里面 你要知道 保罗他其实讲得很清楚 我们宽容 我们用爱心 在执行纪律的时候 还是要有宽容 还是要有爱心 不是因为什么别的缘故 就是因为什么 一个基督的家庭 在基督里面 我们是当在教会当中 实行基督的工作 而不是让教会纪律 成为撒旦可乘之机 来使我们落入撒旦的轨迹 轨迹这个词也是 也是圣经里面特别用的一个词 这个词就是阴谋 因为什么 犹太人 犹太人认为魔鬼是个说谎的人 魔鬼就是一个使用轨迹的人 魔鬼就是这么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说谎者 所以我们不要中了 那个说谎者的诡计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 我若有所赦免 在基督面前 也为你们赦免 大家有没有想到 保罗常常喜欢用魔鬼撒旦 保罗曾经在这里的论述说 不要让魔鬼有可乘之机 但是在哥林多前书五章的时候 他曾经说把这个人交给撒旦 你们听过 我们来看看这句话 这些圣经是整本新约圣经 比较难解释的圣经之一 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 摆坏他的肉体 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可以得救 你们记得 因为什么哥林多前书第五章 不是说有一个人娶了他的后母吗 这样的事情在教会里面 这个人不知道羞耻 还什么 至高至大 所以保罗就火了嘛 保罗就说要执行教会纪律 要什么纪律呢 要把他交给撒旦 败坏他的肉体 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可以得救 然后败坏他的肉体 使他的灵魂得救 然后呢在这里面说 我们已经把他交给撒旦了 把交给撒旦这个词 保罗总共用了两次 第二次是在什么 提摩特前书一章 就说到许乃米和那个 那个许米乃和那个亚历三大 这两个人 保罗说要把他们交给撒旦 什么意思 在这里面 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说什么 免得撒旦来攻占我们 免得撒旦来有机可乘 对不对 但在这里又要什么 又要交给撒旦 交给撒旦的意思 其实在保罗的意思当中 最有可能的解释 就是把他逐出教会 开除教集 然后败坏肉体是什么 因为他被逐出教会了 可能他极度在灵性上 精神上极度痛苦 以至于什么 他愿意放弃罪恶的生活 或者说另外一个可能性 就是上帝也急着肉体 病痛来攻击他 让他什么 悔改 让他肉体受土而引起悔改 所以这些圣经里面 有可能的解释呢 就是说把这样的人 交给撒旦是一种方法 把他就是赶出教会 是一种方法 然后导致他败坏自己的肉体 这个是带出的结果 最终什么 最终的目的是 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 可以怎么 得救 得救 但是你发现 今天的人比那个时代的人 坏很多 同意吗 我告诉你这个方法 我也不知道 当然是保罗用的方法 但是我说 今天的人 什么样的人都可 我对不起 我常常 我常常有的时候 我也很不太属灵了 常常跟我太太在一起 就会讲一些不属灵的话 比如说我们在当场住 很多时候 都看过又高又大 又那个的 女人走过 我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么 我感觉很不舒服 真的感到很不舒服 因为我不知道 他到底原来是不是女人 你懂我以前讲什么吗 所以我说 今天的这个人性 可能已经堕落到 真的离耶稣基督的日子 越来越近了 我们实在是看到 这个世界的变化 跟可怕的一个程度 真的就像一个洪水猛兽一样 你知道吗 我那天坐在电梯上 坐我楼上 就有一个又高又大又漂亮 穿的比女人 还要女人的一个人 在我的身边站着的时候 当他一打电话 我吓死 原来声音是个男人的声音 我真的 我说句说 然后后来我发现 他就住在我楼下 哎呀 我感觉真的 我跟温妮说 我真的觉得很不舒服 我觉得 我不要用sick这个词的中文吧 好不好 但是我真的是有那种 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就吃不下东西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人 怎么已经变成了这样的一种 这岂不就是魔鬼的攻击吗 这就不就是魔鬼对我们 今天魔鬼对我们的攻击 是让男人不觉得自己是男人 让女人不觉得自己是女人 他要从小就让小孩子觉得 一个女孩子要成为一个男性 一个男性的小孩子 要让他成为一个什么 女性 我不否认 我不否认 有个别 极个别的人 因为天生的缘故 有这种 性别上的问题 但是 我相信 这就是极少数的人 是极少数的基因里面出现 DNA出现的问题 但是今天已经到了 在西方的社会的调查方程 发现 没四个人 或者五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是这样的人 请问我们将来这种异性恋者 或者是男性或者女性指标很明确的人 我们情何以堪呢 你懂我意思吗 就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如果这些事情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我们又怎么办呢 魔鬼对我们的攻击是很大的 我们感谢上帝要给使用神弟兄 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场地 但是你不要忘记 这个世界如果真的是有上帝 就有魔鬼的工作 上帝的工作在哪里 魔鬼的工作也在哪里 你们知不知道 亲爱的童工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可能其他说 弟兄姐妹还不知道 当我们上个主日 在这里有一个这么大的 一个Grand Opening 一个Celebration的时候 居然十点钟左右 我们是十一点聚会嘛 居然十点钟左右 我们沈弟兄的办公室就失窃了 就在这里前面走路不到100米的地方 对不对 我们这里是101对不对 是101吗 那边是112对不对 我们在112的地方就失窃了 然后他那个非常贵重的摄影器材 就被盗走了 你没有搞错 同时间几乎啊 我们当时还不知道 我讲完到我才发生 才听说了这个事情 你就知道 你就看到 原来这个属灵征战是真的 所以什么 有一些事情 你不能不相信 所以亲爱的兄弟们 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里 我们有这个聚会 我们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真的很珍惜这个机会 我们也不知道 到底这个世界会乱到什么程度 你不要指望 加拿大的治安会越来越好 我告诉你 这不会的 就像加拿大的物价 它也不会更好 我99年到这里的时候 我说过这里的物价是北欧的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啊 现在这里的物价比北欧还贵啊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亲爱的兄弟们 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 正在越来越败坏 越来越败坏 但是上帝给到我们一个目标 上帝给到我们一个憧憬 就是有一个家乡 是永恒的家乡 是一个永远的家乡 那才是我们真正的生命的归属 而这个地方 只是我们暂时寄居的地方 最后最后只有一句话 就是教会纪律 怎么样执行教会纪律呢 在基督里的执行和赦免 就是在基督的爱中 去执行教会纪律 如果没有爱 就没有纪律 有纪律 但是一定要有爱中来执行纪律 Amen OK OK 感谢观看